也大概都會去勾勒他怎麼樣來透過這些水上的載具 到我們外里島或是到我們本島 因為去年到現在有兩件事到我們本島來 一個是在通宵外 一個是前兩天的淡水的碼頭 那所以我們會去大概勾勒一下他們的相關的數位足跡 因為這些人很多都有攜帶他們的手機 那我們會來了解一下他們的手機的內容 還有相關的數位足跡跟他所公訴的證詞一不一樣 那可能手機裡面也會有相關的照片 那也可以再來核對一下 跟他的陳述內容有沒有一些違反的事實 整體來講會發現到他們的一些相關的資訊 很多都跟他們的陳述的內容有吻合性 所以我們就不禁要懷疑了 這是不是背後有一個比較有組織的 有系統的規劃來操作這些所謂的這種 透過水上載具來到我們外里島或本島的這個周邊的水域或碼頭 來靠近我們的國境 這個是比較特別 最近淡水這個案例是大概歷來第一次他自己承認他具有軍方的背景 那也引起我們的關注 所以也正在查核了解一下他在對岸的真實的身份 以及過去的活動的動態 局長不知道有沒有印象在兩三年前COVID-19的時候 在2020年的時候金門有幾個來自中國的男子 那用無動力的橡皮鐵然後說到金門說要投奔自由有沒有聽過這樣的話 還記得嗎對不對 那也不只一件我記得是兩三件嗎 對 那這樣子的情報當初有沒有掌握到說這些人的背景是什麼他們的動機是什麼他們想要達成什麼樣的目的 對大概這兩年我想昨天海巡署也對外有說明從去年到現在這一類中方的偷渡案件 大概有十幾件喔 那這些案件當中也都有針對當事人來進行一些偵訊的一個動作 然後偵訊完之後再移送檢方來進行調查看有沒有違反我們的入出境管理法以及相關的國安法規 局長我針對這個問題我不是要問有沒有違反什麼樣的法規 我現在是以您是國安局局長的這個身份 我想知道這些人的身份背景是什麼 我想從北韓然後投誠到南韓的時候 他們的這些情報部門還是一些同一部的部門等等全部都要去查核他們的動機 不是只是單一性的來去採用他們是要投奔自由這樣的話語 對 那我想請教在金門的時候他們的背景有做查核嗎 有 他們當然在接受偵訊的過程當中都會有一套的說詞 說明自己的身份還有到我們台灣來的主要的動機是什麼 那就我們國安局來講我們當然會比對他們的相關的一個說詞 那歸類出大概有一些比較要注意的樣態跟委員做個說明 第二部分是他們大概都會提到投奔自由這樣的一個想法 第一個共通性 那第二個也大概都會去勾勒他怎麼樣來透過這些水上的載具到我們外里島或是到我們本島 因為去年到現在有兩件是到我們本島來一個是在通宵外一個是前兩天的淡水的碼頭 那所以我們會去大概勾勒一下他們的相關的數位足跡 因為這些人很多都有攜帶他們的手機 那我們會來了解一下他們的手機的內容還有相關的數位足跡跟他所公訴的證詞一不一樣 那可能手機裡面也會有相關的照片 那也可以再來核對一下跟他的陳述內容有沒有一些違反的事實 整體來講會發現到他們的一些相關的資訊 很多都跟他們的陳述的內容有吻合性 所以我們就不禁要懷疑了這是不是背後有一個比較有組織的有系統的規劃 來操作這些所謂的這種透過水上載具來到我們外里島或本島的這個周邊的水域或碼頭來靠近我們的國境 所以這大概是我們從過去的樣態所歸納出來一些比較值得可疑的地方 謝謝局長 因為我沒有直接問昨天的事情 因為我認為大概只有24到48小時大概也沒有什麼樣最新的內容 可能還要一段時間才可以梳理出來 但是我要強調從金門的案件 我們大概要去查 那當他們決定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包含他們的說法 全面都一致喔 三年前跟三年後 這些人的講法都是一致的 那剛才您剛剛說提到數位足跡 通常如果是你說特務也好 情報人員要特別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誰會把手機放在身上 所以他們一定是攜帶 他們想要被監測的數位足跡的這些東西 攜帶在身上 讓我們去反查 來去做查核嘛 但是台灣是民主自由的社會 在法治的社會上面 我們有什麼證據 就只能辦到哪裡 我們不能說你就是間諜 所以說這是 利用我們的民主的漏洞 利用我們制度的漏洞 來要去探路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要先前防範 特別是 如果這些人有軍方的背景 或者是安全的背景 不知道有沒有過去有這樣的案例 這個是比較特別喔 最近淡水這個案例是大概歷來 第一次他自己承認他具有軍方的背景 那也引起我們的關注 所以也正在 查核了解一下他在對岸的真實的身份 以及過去的活動的動態 像這樣子的樣態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從離島直接進入到本島 那從到台灣 到離我們的首都數位區 已經是非常接近的地方 那有沒有什麼相關的情資 研判 怎麼樣要提供給其他的部會嗎 對因為 案子本身已經 由檢方立案在偵辦 那我們 都尊重檢方調查的過程跟結果 那假如說 檢方有需要 相關一些 國安的單位的評估的意見的話 我們很樂意來提供給檢方 我是希望可以主動提供你們評估的案件 因為政府的部門是要跨部會整合的 前幾天 上禮拜五我們去參加海委會的這個 海事相關的這個研討會的時候 我們也接到一些媒體的採訪說 我們是國防外交委員會 這是內政的 為什麼我們要一起去聽 那其實很簡單嘛 這今天的這個案例 前幾天的案例 在淡水的案例 就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這個東西不是只有一個部會 如果一個部會 守不住的話 那其他部會 至少來去協調來協助嘛 那當每一個部會 不要本會主義的時候 不管是在十二海里 還是在六海里的時候 就能夠與以來去截獲 不會等到到淡水河口才會有動作 所以我還是要呼籲 各個部門 不要說就是這個是屬於A單位 這是屬於B單位 內政部屬於國防部 那一有問題 趕快就是要有一個匯整的一個機制管道 才可以快速反應 是 跟委員報告說明一下 第一個部分當然是在法律上的處理 那因為警方已經在偵辦 這部分我們尊重 尊重了 那第二部分是在行政系統的一個 寒點相關的問題 以及有沒有哪些的缺失 是未來要精進的 所以國安會有召開跨部會會議來進行協調 那也來了解跟釐清 整個過程當中 到底有哪些邊防國境安全的漏洞 那也要求各單位要來積極的策辦跟精進 好謝謝 因為我還是在強調 這是最基礎最簡單最低科技但最有效的 在低科技最簡單最基礎的東西 我們沒有做好的話 不用講高科技不用講什麼AI防範 你最簡單的事情先把它處理完 那才有辦法去做應對 那當然啊 我們今天看到 就是相關的 包含海委會有說 這個超愛手勢說 是有可能是懷疑是因為歸港漁船 所以就是大義了 沒有去做處置 那除了漁船之外 我們現在很擔心 包含空中的這樣子的能量 到時候如果是 像是客機的方式等等 就層出不窮 我覺得相關的資訊 是不是可以請這個國安單位 來匯整一個給我們各個不同的部門 有一個guidline 一個指引 我必須強調就是說 我們不能夠依賴個人 而是要依賴制度 那當然 如果一個個人 他們在重要的時刻做出很英勇的決定 那當然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只是依照這樣子的話 那隨時都是要碰運氣 如果沒有制度上面的查核 比方說像這一次就有 應該 來請國安局也把過去其他國家的一些做法 來提供給這個相關的部門 要一個指引 那這個指引就是要去操作 不可以說要到時候又是因為 以為是什麼 這是不對的 對這部分我們會 跟我們的國安單位 針對中共可能對台海周邊海空域 灰色地帶的襲擾可能的活動樣態 我們來做個重整 那針對不同的樣態 怎麼樣來應處跟建立備案的因應機制 我們會跟各單位來充分討論 最後局長我來想講一下 這個機密的這個落實的分歧 我必須要強調說最近 國防部長 顧部長他不斷的提到說揭秘層級 那涉及揭秘層級的狀況去做的背景查核 是依照他的職務跟他接觸的敏感的資料 不是以他的職位來去做確定 那我是希望說這不是只能指於國防部 那我是希望說未來 包含其他的部門 那國安局或者其他的這個情報機構之外 外交部甚至是經貿相關的 我們重要的經貿談判的辦事處 都必須要有相關的機制 這部分是不是可以請您嚴禮一下 好 因為這部分 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機保法的一個規定 他本來就有絕對機密及機密跟機密的核定 至於密等的話 就由行政院的相關文書處理的作業規範來進行 市長我為什麼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過去在國安會服務的時候 我看到什麼東西都是密或者是機密或者是越來越 這跟美國的狀況其實是很類似的 他們把密等範的範圍太廣 這也是在他們內部有很多的這個討論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在我們的資源 我們不像美國一樣是超級大國 我們沒有無限的資源去使用 我們必須要針對需要保密的東西保密 針對不需要保密的東西 你們也不必來去增加資料的這個不可親近性 那對過來我們的問政也好 或者是做研究做分析來講都是一個阻礙 所以要確實的確保密等的這種核對是有它的幫助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關於我們的機密程度還有我們的 包含國會議員嘛 國會議員就是人民所選出來的 那當然就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再包含幕僚長我們的國會助理 包含各個你們接觸的這些單位 理論上是要有相關的安全查核的等級 那當然不是我們是不是在鼓吹說 每一個人都要得到這樣的安全合格 其實在跟國會議員的這些幕僚在討論的時候 很多他們的幕僚長是不希望有這樣的安全合格 對他們來講是心理壓力啊 他們必須要接觸到這些密等 他們必須要確保說他們不會因此而洩密 對他們來講也是很大的壓力 不是每個人都想要 但是這是必須要去操作 必須要去有務實的去做這個做法 因為我們看到說你說洩密也好 我實在很不希望說把每一個人都當成是洩密的對象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完成的這個安全的合格 包含國防的承包商等等 都應該有這樣的做法 不然就會讓明明不應該要負洩密責任的人負責 真正應該要負洩密責任的人 你卻追究不到 因為你的密等 你的揭密的這個層級 沒有去做務實的規劃 這個希望局長能夠參考各國的案例 做一個完整的規劃 不要關門自己造車 重新發明如此 對對對這非常重要 謝謝委員的提醒 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還是在強調 因為密等每次密到最後全部都是機密 那全部都是機密的時候 無所不密 那就是每一個都要保護 每一個保護就是沒有在把資源放在對的上面 對不對 好 也同意 也同意 謝謝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